主委 我想要請局長 李局長 局長 其實我這兩天看到很多的新聞 我覺得蠻難過的 包括小港機場的貨運量 降了多少 降了十幾趴 那包括我們兩岸 就是定期航班 大概停了多少 兩岸航班 大概 我們135班 我們目前只飛到130班 那5班為什麼沒有飛 這是一些 經營情況比較不好的 哪5條線沒有班 大概是 沈陽 整整 一些比較 定期航班之後才新增加出來的 這個航點 所以定期航班增加出來 然後我們前一段時間就是 你們做了一個機場的一個評估排名 那我們排名變幾名 亞太地區的機場排名 亞太地區的機場排名 我們交通部不是有做了一個報告嗎 那個是 國際機場協會 ACI的一個排名 它有兩種排名 一種是總數的一個排名 一種是國際線的一種排名 你排名排出來之後 你對我們國內的線 有什麼樣的感想 這個數字是不好看 不好看大概第幾名 因為我們的量都往下掉 量往下掉的話 名次就會受到影響 高雄變第幾名 高雄的話 從後面算回來 也不是啦 因為跟其他機場來比較的話 我們高雄 你從航證司做到 陸證司做到航證司 從航證司做到港務局 從港務局給我做到民航局 我今天專程把我們這個 我們以前 我大概手上都會有一本 這個國內的班機時刻表 那個班機時刻表 本來是很厚的一本 現在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高雄 大概已經都沒有飛機飛了 你們為了支持高鐵 然後把高鐵 把我們的機場打到趴 結果現在高鐵也很慘 高鐵現在 我算了一下時刻表 好 我們從下午兩點半以後 三點 一直到四點半 三點一直到四點半 沒有任何一個班次 沒有一般直達車到高雄 從高雄到台北也一樣 我們本來講高速鐵路 是希望說一個半小時以內 要把它完成 結果我們不是喔 我們從三點以後 一直到下午的四點半之前 沒有任何一個班次 來回是直達的 欸國長啊 現在在這個狀況之下 然後我們高雄是 桃園是排第幾名啊 桃園是排 那個 國際排名是五十八名 亞菜是排名十八名 這是那個國內縣國際線加在一起 但是假如只有那個國際線的話 我們排名是第六名 你國際線桃園 桃園對 那高雄呢 高雄 高雄 高雄排名的話 那我是 是 五十四名 亞菜 亞菜五十四名 那國際線呢 國際 我這邊 我這個資料還沒有弄清楚 因為那個弄在後面 對 你的資料是第幾名 你告訴我 這個也必須要從 ACI的原始資料裡面 他手上有嘛 你拿出來 你不敢念 不是 沒有啦 他資料已經放在我這裡 你資料一貫給我 你資料一貫給本席 我再送給委員 我們在整個機場的設置當中啊 我們為了兩岸直航 為了兩岸直航 就把台北 松山機場排名呢 松山機場 沒有排名 他沒有排名 他沒有排名 他沒有辦法排名 不過因為 他的量 我們從去年才開始這個 國際航班 就好比台中機場沒有排名 跟嘉義機場沒有排名一樣 台中機場 那根據你手上的資料 如果台中跟 不過ACIE排名的話 他都是以國際機場才進去排名 所以他們兩個來不及排名 對 所以我想舉檔 因為你為了你們整個國家的交通政策 包括兩岸直航 包括高鐵政策 你就犧牲我們大高雄地區 這麼這麼好的一個國際機場 我記得當年我們政黨輪替了之後 結果我們本來南部國際機場 就平白消失了八年 就沒了 因為我們本來是南星計畫的 結果現在就沒了 這兩天我好不容易又看到 我好不容易又看到 吳敦義院長已經很清楚的說 尤其是我們這一次 在大高雄地區 因為八八水災以後 產生了很多的土食量 那些土食量 如果我們要認真的印的話 大概要印50年 我想請問民航局長 你能不能有更好的政策 把這些在我們前面八年沒有做的部分 把我們的南星計畫 有計畫的把它填土完成 然後再完成一個南部機場 我請次長來打呼 王委員 您好 那個關於那個南星計畫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呢 目前的確行政院 已經開始動了 有在 就是跟那個交通部經濟部 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怎麼樣子能夠在填土啊等等 那這裡面牽涉到 就是在這裡面呢 要蓋機場這件事情呢 事實上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 它距離高雄港的距離很近 然後它的那個風向啊 氣象的資料啊等等啊 所以呢 那個部分呢 我們是有機會在南星計畫 蓋一個新的機場 有這個機會 可是呢 可能還要做相當那個 甚至於現在在當院長 我們都大力主張 因為你這個部分不處理 你就永遠沒有機會 對 這一次八八水災 其實 老天爺給我們機會 所以你那些輸淨的土 你 土石等等 如果我們不能夠等你討論完的時候 大概下一次水災再來 我們大概 在不曉得哪裡會產生第二個小林村 所以本席是不是具體的請次長 我知道你也是建吉里吉 你也是我的老師我很清楚 我們怎麼樣 在我們的預算當中 或者重建的預算當中 拿一筆金會來好好的把這些 一方面蘇菌 一方面填土 另外一方面 就是把整個的機場建置 能夠把它完成 否則的話 我想南部要擴展機會 就沒有機會 然後我們看了 最近這些機班次 台北跟高雄 早上一班下午一班 次長你認為合理嗎 你認為合理嗎 這個其實 這個就是 禮拜六禮拜天就沒了 對 你認為合理嗎 就是在那個 然後整個的 我希望你把 因為你也經常在做 我希望你把整個的班次 做一個了解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商務的旅客 他會等著這麼長的一個時間 去坐高鐵 去坐 甚至於沒有飛機 所以我想在整個的這個機制裡面 我覺得我們交通部 必須要把這個機制建構起來 然後面臨到高雄機場 可以說是衰退到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我們不能束手無策啊 那個 跟委員報告 在這個部分 事實上 我們那個毛部長 這個對於這個整個高雄地區 整個能夠透過交通建設的 經濟在振興的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關心的 那事實上他也很多次跟我提到說 那他跟吳院長就這個問題 討論過非常多次 那我們有事實上有這個大的構想 就是說呢 怎麼樣結合高雄港的振興計畫 那發展海空聯運 然後呢 因為高雄港的這個六位中心 現在也在繼續的這個擴張之中 再蓋圖 然後南興計畫呢 原來的那個規劃的土地面積啊 是兩百公頃 那吳院長是希望呢 再把它擴大 那現在呢 那因為這要擴大的話 就必須 原來的規劃不是兩百公頃 目前我們的資料顯示 現在目前顯示是因為八年沒有做 對對對 八年沒有做 所以只有兩百公頃 那第二部分就必須要有那個環瓶啊 什麼其他的一個部分的那個工作 對之前大概都用垃圾的部分去處理 對對對 那現在我們好不容易巴巴水 再把我們弄了一堆土石下來 是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好的機會 老天給我們機會 對 我覺得我們這個部分如果不好好的去把握 一方面解決整個大高雄地區那些土石輸淨的問題 一方面也把整個填土造路的部分把它解決好 然後把整個南部機場的建置能夠把它完成 是 我相信次長你應該能夠好好的來規劃 是 那在這個之前呢 我希望把我們高雄機場怎麼樣把它活絡起來 對 好 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看不到交通部有具體的建 具體的計畫出來 你說不管是雙港計畫 或者是其他的 你起碼在觀光客上 不管南進北出北進南出 或者要求協調 我們自己島內 我們自己國內的機場的飛機 至少把它飛起來 否則的話高雄機場就是擺在那裡 養蚊子空盪 我想對整個交通建設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浪費 我希望次長能夠很快速的 好 展現你的魄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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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